大家早安 先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的狀況 我想還是會相當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費城半導體出現了上漲 漲了1.86個百分點 甚至連輝達的表現 都相當的漂亮 所以我覺得今天台北股市的 AI相關概念股非常值得 後續大家在做留意 很有可能還會再續漲 為什麼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昨天我幫大家分析出來 這些狀況 各位我們看 昨天的道雄是跌了216點 各位可以看到說 你畫面左上角這個地方 這個是道雄的指數 道雄指數跌了216點 如果你沒有去細分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 今天的盤有點危險 有點在下跌 但是你看文維老師的節目 你看我發的文章 你今天反而會充滿著信心 今天充滿著賺錢的機會 同學們為什麼 來 道雄跌216點 我覺得沒有太大關係 因為這一波的市場上面的聚焦 完全就是鎖定在科技類股 完全就是鎖定在AI概念股票 這個跟我們兩個禮拜前 給大家的預測完全是正確的 那我們再看 道雄跌216點 台子旗夜盤收盤跌了32點 小跌也沒有太大影響 重點在下面這兩個 費城半導體漲了1.86% 輝達NVIDIA漲了6.98% 所以它是繼續漲 持續的上漲 再創新高 它股價已經到了1149塊 收盤是1139塊 這很厲害喔 一直漲一直漲 在它股票分割之前 就一直漲一直漲 非常厲害對不對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的台北股市 最後一盤稍微打下來 收盤是收21858 漲了54點 昨天我就跟各位講過 指數不用太大期待 它就是震盪而已 但是呢 個股表現的空間會非常的大 各位投票對不對 你看喔 昨天漲停板的加速 你知道有幾家嗎 光是上市公司 漲停板就25家 25家算多囉 光是漲停板的公司 上市公司就25家 所以完全跟我們昨天 給大家的預測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昨天早上的節目當中 薇老師跟各位預測 大盤會震盪 但是個股會表現 非常精彩 那完全也是 跟我們所規劃的一模一樣 好 所以投票今天你會關心喔 那今天咧 對不對 今天呢 AI揮打這樣漲 黃仁勳提前來台 對不對 他禮拜一就來了嘛 提前來台 現在他到處吃啊 到處逛啊 到處拍照啊 對不對 股票也到處漲啊 是吧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來 今天早上的盤情發文 5月29號 今天星期三的時間點 那我早上也是6點出頭 把這樣的文章 PO給所有的粉絲好朋友 我把我的文章 每天早上盤前盤中盤後 都會發在我的Lite上面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分享 所以我們的Lite賬號 在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多做參考 大家可以多做參考 可以多多加入 對你的操作 一定會有幫助 我們每天盤前盤中盤後 照三餐啊 跟大家做服務 好不好 那各位來看一下 我在上節目之前 我會把我所有的資料 都把它整理完成 然後呢 發文發出去 給我們所有的Lite粉絲好友 那我們看喔 今天早上我給大家的分析是什麼 第一個 昨天的費城半導體 再漲了186點 186% 更正一下 1.86% 那道瓊雖然是下跌了216點 但是我覺得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很多人會覺得說 今天這樣子是不是會跌 我跟各位講不會有影響 重點在哪裡 揮達再度大漲了6.98% 來到了1139美元的天價 對台股來講 絕對是利多 雖然昨天台積業盤 只是小跌了32點 我覺得沒有影響 今天指數不見得會大漲 但是一樣 資金鎖定的焦點 還是在AI股票 還是在相關的電子概念股票 他們還是會非常強 這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嗎 那你看 電子股當中的IC設計 跟細字材類股 開始出現落後補漲的形態 所以其實我都會第一時間 他剛轉牆的時候 我會跟各位講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看威恩老師的文章 我們幾乎每一個標股 每一個族群我們都抓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每天都很認真 去分拆 去解析 去觀察 這些每一個類股 每一個板塊的移動 我都觀察非常的仔細 所以我就能夠第一時間 他轉牆的時候跟你講 而不是在那邊蹲點 苦手含咬18年 不是 剛轉牆的時候 我們告訴大家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跟各位講 揮答看好什麼 汽車業的影音AI模型 是揮答晶片銷售一個重要驅動率 好 所以 黃仁勳又再度開進口 既機器人 AI模型之後 他現在講什麼 汽車AI晶片 好 重點來了 關鍵字在這裡 所以今天選股邏輯 你就看這邊就對了 這答案很清楚啦 對不對 早上你看威恩老師節目 我就告訴你重點在哪 因為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看了很多分析師的節目 你最想知道只有一件事情 威恩老師你告訴我今天股票會漲會跌 今天什麼股票會漲 明天什麼股票會漲 下個禮拜什麼股票會漲 對不對 大家想知道的只有這件事情 那我就直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好不好 所以各位來看一下來 所以台股現在來看 只要能夠下方的多方缺口 21669到21608 這個點位守住之前 大盤一樣多頭走勢 那我的目標價往上調 我之前在禮拜一的時候 不是跟我講21800到22000 那沒想到一天就到21800了 所以現在目標價大盤往上調 22000到22200點 我相信指日可待 說不定下禮拜就看到 說不定禮拜五就看到 知道了解嗎 這是大盤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精選的這些標的大家去留意一下 今天續想的股票是誰 比如說像紅毅股 紅毅股 聯軍 茂倫 萬债 靈通 普安 這些相關的概念股你可以做留意 比如說3312的紅毅股 它是切入算力的租賃業務 投入建置GPU伺服器 所以它跟美超委已經買了55台的GPU 就是揮達最新的伺服器 AI伺服器 各位你知道嗎 一台AI伺服器揮達最新款的要多少錢 一台300萬美金 所以折合台幣一台大概就是一億新台幣 紅毅股一次買幾台 買了55台 哇 大手筆喔 50億以上喔 這個是大消費喔 直接給它買下去 那你知道它做什麼生意嗎 它不是這55台買來它自己用 不是 它要租賃 因為很多的企業不見得能夠買得起 說一台一億的這樣的揮達AI伺服器嘛 那買不起怎麼辦 我用租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種概念 這個是新的商業模式 我用租的啦 所以讓它的這個 最近有題材相當的火熱 而且這一檔股票 我們在5月27號的盤中 我就提醒過你啦 不是今天啦 它大漲了 我才來跟你講啦 5月27號 各位今天5月29號 禮拜一的盤中 我們等一下就來證明 我是不是在禮拜一的盤中的文章 我就告訴大家 所以我為什麼跟各位講 所有重要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light上面 這樣各位了解嗎 好 所以各位你看 這是紅毅股 再來是6227的茂倫 那一樣嘛 這個也是昨天早上 同一時間 我在節目上面跟大家講 我在light的文章上面也寫 我說它代理 揮答NVlink的晶片 對不對 它是GPU跟CPU中間需要一個串聯 這叫NVlink 它代理這個晶片 昨天也是漲停板 再來2495的普安 LLM的訓練處理 跟儲存海量資料的AI訓練模型 簡單來說它就是做AI訓練模型 就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幾檔股票 都是續搶的股票 大家可以在後續上面再做觀察 因為這些股票 其實它們都已經漲了 我說過續搶股票 它們是一個波段式的走勢 所以你不見得要馬上追 但是它一定會是 各位重點列為觀察股票 它會走一個波段式的大漲 我們從過去的索羅門 從銀廣 蒙利 這些股票你看都噴出嘛 都起碼漲超過翻倍以上 各位對不對 所以這些續搶股很有可能會變成翻倍的股票 大家要多多留意囉 好 再來轉搶股票 什麼叫轉搶股票 就是剛剛轉搶的 這個就是你短線操作 短線可以切入的 比如說2401的林洋 林洋 新復興 丹井 林華 跟繫維 這些個股裡面我列三檔 跟各位來講 比如說2401的林洋 受惠車用AI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黃仁勳說什麼 現在AI的運用 最新運用會運用在哪裡 AI的車用晶片 誰做AI車用晶片 就是2401林洋 這個我們昨天早盤 我也跟你講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驗證 昨天我就跟你講了 昨天是不是漲零板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4909的新復興 高頻微波通訊用的基板 簡單來說就是低軌道衛星 它受惠低軌道衛星 再來6166的林華切入無人搬運車 跟AI的邊緣運算 所以這個是剛轉強的這幾檔股票 大家也要特別做留意 包括像林洋 新復興 丹井 林華 繫維 這些股票 所以你想知道完整的內容的話 我們的Light文章上面都會有 大家你可以鎖定 其實就變成說 你現在節目看到了 對 那這個找盤的訊息 可是盤中的訊息呢 盤中訊息 我盤中 對不對 沒有辦法即時做完 我又來上節目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對不對 早上上節目跟各位講 那盤中怎麼辦 盤中你就是看我Light的訊息 這樣了解Light的文章 你就仔細去看 我會跟各位講什麼股票會拉尾盤 等一下我們就來驗證 昨天我講了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繼續看 這個是轉強的股票 再來創下短線新高了 這個就是短線上面極強的股票 比如說像CDKY 泰森 羅森 欣鼎 瑞瑄 你看那羅森已經噴了四根漲停了 這是機器人相關概念股 所以為什麼我們之前一直跟你講 你要注意機器人 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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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羅門 索羅門 對不對 一直講 坤林 一直講 各位同學朋友 股票是不是一直連續往上漲 銀廣 是不是如此 好 所以你現在注意 這個是短線創新高的 這些股票 那CDKY是什麼 主要受惠是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 他們想要打造自己的半導體國家隊 那CD本身有中資色彩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算是受惠 所以這個是前股王 所以這個股價出現上漲 再來8028的泰森 先進封裝的雷射技術 高階雷射技術 再來瑞宣 它有切入陪伴型的機器人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比如說像零通 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零通我跟各位講說它是什麼 陪伴型機器人 我們來看一下K線 零通是短線上面也漲了兩支漲停 49520通有沒有 是不是漲了兩支漲停 2489瑞宣也是很猛 你看這股價也是上來 也是上來 各位同學你了解嗎 所以其實機器人不見得是說 你想像中那種硬邦邦的 像這種很溫暖的這種 陪伴型的居家型的 其實也是一個商機 這樣各位了解嗎 好 再來高檔強勢整理的 這個都是什麼 我們之前跟各位追蹤絕對幹嘛 絕對是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我說過我就是堅守我的陣容 我的陣容就是這些股票 對不對 只是中間如果有什麼 新的股票轉強了 真的有題材的獲利很好的 那我就把它納進來我的陣容裡面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跟各位講的股票 就是那一些嘛 所以你看 索羅門 高檔續祥的有誰 索羅門 鷹廣 昆鷹 遜舟 然後聯軍 對不對 那盤中如果你不知道該留意什麼股票 那就留意我們的Light相關的一個文章囉 大家多多的一個注意 好 我們繼續再看喔 那當然原則上後續上面怎麼做操作 你看這個大盤 大盤今天從昨天21937 再度刷新新高 所以其實你就很簡單 這一波的盤面 你就沿著五日均線做就對了 那你看前面 它只要回到五日均線 你會發覺都是買點 這裡是買點 這裡是買點 這裡也是不是買點 都是買點啦 所以大盤沒有什麼好說的 很簡單 就這樣做而已 OK 那你就留意什麼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支撐 那個支撐不跌破之前 原則上就是偏多看待 那比如說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昨天的盤錢發文 這是昨天的5月28號的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什麼 6227的茂倫 各位記得嗎 那以及呢 還有 我跟你講什麼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什麼 2401的林陽 各位同學對不對 2401的林陽 那你看還有誰 河村 各位對不對 這些股票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然後高檔強勢整理的 一樣嘛 你會發現還是這些股票 有沒有 索羅門 鎮威 鎮廣 昆銀 廣運盟利 那我還特別跟你講 廣運這個地方我已經推薦不下去了 為什麼 它短線漲這麼多 我們一直跟你講 它一直漲對不對 但是它開出來 4月份的EPS真的是不怎麼樣 所以不建議嘛 這短線我們已經講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股票 你看真的是很強耶 包含像鴻翼股 包含像茂倫 你看一下 鴻翼股 茂倫 這都漲停嘛 林陽是不是拉尾盤 對不對 這我們昨天早上你看嘛 有沒有 是不是 這個地方有沒有寫 2401的林陽 我說它是剛轉強股票 那你看 對不對 林陽 紅筍是不是撞高 核酸開盤又逼近漲停 核酸是我們的蓋牌股 我們前一天已經進場 前天攻到漲停 昨天開盤快漲停 我們有做動作 我等一下給你看 所以這個就是 你成為為老師會員的好處 第一個你可以享受什麼 享受我可以買蓋牌股票 第二個 該出場的時候我會提醒你 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是昨天早上開盤之前 我下節目之後 因為我下節目是8點半嘛 我下節目之後我馬上 發了這個簡訊給我們所有的會員 6215河村開盤試駕出 你可以出在哪裡 你可以出在快要漲停板 第二支漲停 那你說 老師收盤變成這樣 小漲而已耶 對啊 你看中間是不是差了快10% 所以那個差距就有 但粉絲你自己看 還是有機會賺嘛 假設你去買到林陽 我也是恭喜你也是賺錢 你買到帽輪我也是恭喜你也是賺錢 可是如果你不小心就買到核存 短線上面你就會逃嘛 你知道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動作非常重要 為什麼要我說高出低進 買股票是這樣 現在我們所選擇的股票是什麼 第一個題材對的 第二個有符合我們這12大指標 我剛剛等一下會跟各位 這些指標都有符合的 我們就做切入 其實位階高中低我覺得不進來不一定 他不是我最主要考量的點 為什麼 你去看一下 像這個紅毅股跟帽輪 這原則上算是中位階 林陽是低位階 洪準也算是中位階 河村跟這個聯發科對不對 聯發科算高位階了啦 因為聯發科已經創歷史新高 也不可能是低位階嘛 所以你會發覺我跟各位講股票 不見得說我們都找落後補漲 為什麼 他會落後補漲 他會落後就一定有原因嘛 你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找的是剛轉牆 你有機會你買的時候 能夠馬上動的股票 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所以各位投票你看 有沒有 高位階 中位階 低位階 其實我們都會考慮 我唯一思考的原則就是什麼 怎麼樣風險低又能夠賺到大錢 這是我的思考邏輯 所以你看下來 像昨天的盤中散報 有沒有 我跟你講什麼 注意誰 勵志 臨巡 致圓 矽利 然後齊鴻 你看昨天的盤中發文 我跟各位講什麼 注意誰 勵志 尾牌有沒有拉長停 致圓 尾牌有沒有衝上去 所以你就算是看 郭文老師的Light 你就算要當衝隔日衝 你都有很大的賺錢機會好不好 所以盤中如果不知道說 該怎麼做的話 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ght 相關的一個帳號 對大家絕對有幫助 等一下 還要注意怎麼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 想了解我盤前盤中盤後 相關的文章內容的話 歡迎各位加入 文老師的Light 相關的內容 如果說你不知道該怎麼 輸入這個帳號的話 很簡單 旁邊我們畫面 你的畫面右下角的地方 有一個QR Code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打開照相模式 掃描這個地方 掃描之後呢 會出現了一個指示 你把它點進去 很簡單 就可以加入 文老師的Light 如果說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那你可以撥打電話進來 我們服務人員都會協助大家 好嗎 很輕鬆 很簡單 可以每天盤前盤中盤後 看到文老師相關的Light內容 好 我們繼續再講股票 我們看圖卡 來 這檔股票 繼續看 2359 所羅門 很多人都說 文老師這一波真的追蹤的太精彩了 我們天天講 它天天漲 我們天天講 它天天飆 所以你看下來 這檔股票 2359 所羅門 今天 個股的表現 因為它現在進入到分盤交易 就是俗稱的觀景幣 分盤交易它其實不太會動 可是沒有關係 它依然維持在高檔 所以為什麼會有機器人股票 會芳心慰愛 為什麼這些機器人股票 會持續性的噴出 主要原因就在這裡 為什麼它會成為標股 就是因為這樣 那你看一下 來 時間回到20天前 5月7號 我們的文章上面 我跟你講什麼 所羅門破月線之後 馬上攻漲停 驗證了我節目有說 千萬不要看到 所羅門千萬不要看跌破月線 你就賣出 你就看空 對不對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去放空所羅門 就說它公司獲利也沒有很好啊 怎麼可能會漲 各位 它完全是走籌碼站 它的卷資比很高 它走軋空航行 它不斷軋不斷軋 各位投票 那個時候 我說跌破第一次月線 它就已經給你一次經驗了 跌破月線之後噴三根漲停 這一次呢 我覺得會更加凌厲 更加厲害 那你看 從5月7號股價90塊 100塊不到 到今天182塊 那個時候的位置在哪裡 那個時候的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嘛 90塊 各位看到了沒 你看到了 對不對 這股價太猛了 太飆了 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一路跟大家講 機器人概念股 有沒有 有沒有 誰最早講 就是威恩老師嘛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這些行情你要特別做留意啊 這些選股密碼 那我們都會幫大家都抓到 那怎麼抓到 都會在我們盤中的Light文章上面 我們都會寫啦 所以你看像 5月27號的盤中發文 我每個人講廣民啊 這些股票我們都寫了啊 有沒有 左路門繼續漲嘛 來 所以你看像這銀廣 各位投票 昨天漲到129塊 這次我是 這次不是我跟大家講的強勢股票 昆吟 延續性公道漲停 再來 鄭威 這也持續性的大漲 聯發科 有沒有 漲到1320塊了 創下歷史頗端性高 所以5月27號的發文 這個我們都寫了 有沒有 廣民 漲停 然後昆廠 具有科 宏毅股 來 記得來 5月27號 我剛才有講 我會證明給你看 我是不是禮拜一就講了 我宏毅股是不是寫在這裡 廣民是不是寫在這裡 各位看到了嗎 對不對 那當然廣民你看 我們已經賺了多少 短期獲利已經賺多少 38% 已經賺了38% 這表現其實非常精彩 這我們都跟大家講 那像 禮拜一的盤前發文 我跟各位講什麼 高點持續向上挑戰 21800 是不是馬上就到了 再來我說什麼 資金聚焦 AI 半導體 也到了 對不對 打底完成的股票 我跟各位講你注意什麼 像零通 有沒有 華星光 維新 然後呢 你看 索羅門 鎮威 鎮廣 昆鎮 這些股票 5月27號 我們都寫在文章上面 那你看聯軍 更不用說 我們是很早就寫了嘛 零通 維新 這些股票 是不是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接下來你看 像這種蓋牌股票 我跟各位講過 這個會 如果你想參與我們的蓋牌股票 歡迎成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這個我會帶會員來做操作 所以你看像這樣的股票 它只要你注意看嘛 這12大指標 量 千張大戶 新價限 KD 融資 MACD 分公司交易加速 大幅度提升 它變成很熱門了 外資投信 主力進場 散戶賣出 籌碼集中度提高 你只要符合這12大條件 各位 就是30%到50%了 現在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不是黨黨都會漲 但是你如何抓到 會飆的股票 這才是重點 那你看這一檔也是 對不對 都是一樣的邏輯 政威要漲之前 所以這些 索羅本要漲之前 他們都走一樣的邏輯跟模式 對不對 像這個 5月24號的盤中發文 所以我們盤中發文 你要留意 你可以做一些短線的操作 甚至隔日充 我想沒有太大問題 5月24號 我們跟各位講什麼 深陽半導體 魏華科 對不對 中午就講了 是不是尾盤都拉上去 所以尾盤你要注意什麼股票 我們都會寫在上面 這樣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5月23號 對不對 我們就跟各位講什麼 廣民 政威 有沒有 深陽半導體 政威 盈廣 我們通通寫在上面了 5月23號的盤線發文 都寫得非常清楚 政威為什麼會這樣標 因為它完全符合這些特性 為什麼銀管會這樣噴 也是因為它完全符合 這樣的特性 所以接下來行行 我跟各位講 今天還是會相當的一個精彩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做 歡迎跟我們做個聯繫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